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务副部长梁斌直接把贵西文叫到了自己办公室 梁斌抬手指向张卫正所做的位置对贵西文说道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中华市的张卫正市长 中华市已经决定创建卫生城市 张市长今天是为这事来的 贵西文的心里咯噔一下子 心说果然让自己给猜对了 一定是张卫正去挨卫办的时候出了岔子 否则梁部长绝不会把自己叫来 来个现场办公啊 贵西文赶紧伸出双手 脸上带着热忱的笑意 张市长您好 同时呢 又把视线往曾义的身上扫了一下 虽然梁部长并没有介绍曾义的意思 但贵西文很好奇曾义的身份 贵西文当然很清楚体制内的代客门导 如果曾义仅仅是跟着张卫正从中华市来的 那么现在肯定就不会坐在梁部长的沙发上了 眼下曾义就坐在那里 这就说明曾义的身份很不一般 可惜贵西文猜不到任何的头绪 这边张卫正赶紧笑着抓住贵西文的手 贵主任您好 今天过来就是专程来向您汇报 我们中华市的创委准备工作 还请您多指导多帮助啊 张卫正说得很诚恳 他根本就生不起爱卫办的气 就算刚才受了点冷遇 还被在门口罚站了两个小时 可现在有梁部长出面主持公道 更是把贵西文这个爱卫办主任 叫到自己面前来现场办公 这已经是给足面子 足以找回厂子了 试问 有哪个创委城市能够享受到贵西文的上门服务啊 怕是想都不敢想啊 贵西文晃着张卫正的手 应该的应该的 中华市是经济大事 如今决定创建委城城市 这是一件有益于中华市广大市民的大好事 更是对我们爱卫办工作的大力支持 有了中华市的加入 相信一定可以把我们的爱国卫生运动事业搞好 我们能够为此提供一些利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那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啊 张卫正的效益更胜了 有贵主任的这句话 我们中华市的干劲可就更足了 张卫正心想 果然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呢 有梁部长的金面 这事情果然是出奇的好办 他又说 今后如果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 还请贵主任多批评 我们一定坚决改正 贵西文连连摆手 不敢不敢 张市长这句话严重了 搞好爱国卫生运动 提高全民生活质量 这是我们爱卫办的工作目的 全心全意为地方提供服务更是我们的工作总指 说这话 贵西文又向曾义看了一眼 发现曾义就站在张卫正的身后 贵西文就敢肯定 曾义一定是来自中华市的 当下贵西文就试探性的问张卫正 张市长 这位也是中华市的同志吧 张卫正就说 这位是我们中华市的市长助理 也是中华市公安局的局长 曾义同志 此次由曾义同志 协助我来负责创委事宜 贵西文不敢大意 他久在部委机关 别的本事或许欠缺 但绝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当下伸手说道 曾义同志 看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都要多打交道了 曾义笑呵呵地伸出手 很客气地说道 希望我们今天的到来 没有打搅到贵主任的正常工作 其实刚才一到部里 我们就先去爱卫办 拜访贵主任了 可惜贵主任不在 我们在爱卫办门口 等了两个小时 也没有等到贵主任 真是遗憾 贵西文当下脸色为之一变 曾义这话虽然说得客气 但却是极其不客气 饶使他反应迅速 一时之间也有些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尤其是曾义当着梁部长的面 讲这话 让贵西文完全就慌了神 他根本弄不清楚 梁部长会是什么反应 张卫正也是给吓了一跳 先说曾义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有梁部长出面 贵西文已经答应 对中华市格外关照了 这次来京城的目的 已然是达到了 这时候还追究那些 细枝末节的事情干什么呀 再说了 现在不管到哪个部门办事 怕是都少不了这种 故意刁难的看门力吧 你追究得过来吗 张卫正就打算出口 提醒一下曾义 曾 这个时候 始终坐在沙发上品茶的梁宾 却咳嗽了一声 然后很平淡地说了一句 贵西文 我看你这个爱卫办主任的工作 似乎比我还要繁重嘛 想见你一面 可真不容易 贵西文一听 当时这背上 可就窜出了一层冷汗 梁部长此话 听来平淡 可其中的意思 却很不一般呢 你可以理解为 是梁部长 对自己这个爱卫办主任 有些不满 也可以理解为 梁部长是在为 刚才曾义的那句话 帮枪 虽然早就看出曾义的不凡 但贵西文万万没有料到 就连梁部长也要给曾义帮枪 可见曾义的来头有多大呀 这根本就不是自己能够得罪的人呢 心里的念头转过千万 贵西文却在一刹那间 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他赶紧说 哎呀 这肯定是下面的人 又在搞官僚作风 故意刁难地方上的同志 其实我今天一直都在办公室 曾局长尽管放心 回头 我一定严肃处理此事 对这些大搞歪风邪气的败类 我们爱卫办的态度很坚决 那就是一个不留 贵西文给曾义说这话的同时 又瞥了一眼梁部长 他这话 与其是对曾义讲的 倒不如说是对梁斌部长讲的 判断出曾义来头不凡 贵西文果断就选择了 割腕断臂 以免惹火上身 梁部长刚才那话 分明都已经动了杀鸡呀 看梁部长毫无表态 贵西文就知道 这是在等曾义的态度呢 当下他又立刻表态道 张市长 曾局长 今天让你们这些地方上来的同志受委屈了 这样吧 回头我亲自组织一个专家团 前往中华市去实地考察 指导创委工作 两位可千万不要因为某些败类的行径 就对我们爱卫办的热情有所怀疑 更不能因此就寒了心呢 张卫正大感意外 没想到曾义这一开炮 竟然还会有这等好处 爱卫办的专家 亲自去中华指导创委 那这中华市的创委 又岂有失败的道理呀 要知道最后负责验收审核的 还是这些专家呀 他们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吧 放眼看去 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城市 中华市怕也是独一份吧 张卫正喜不自禁 抓住贵西文的手 不能 绝对不能 毕竟这败类只属于极个别嘛 我们很理解 更感谢贵主任 对我们中华市的厚爱和关照啊 贵西文连连点头 表示这是应该的 一边又看着增议 关键还得看这个增议的态度啊 贵西文心里现在恨死了 那个捣乱的家伙 要不是你在下面 给老子捅出娄子 老子何至于 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啊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增议自然是不好再追究了 反正那个短头发也肯定要被处理 中华市也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下增议就说 是啊 哪里都会有几个害群之马 贵主任无需自责 我们也都能理解 也确实能感受到贵主任 对我们这些基层同志的 十二分的热忱 对于短发中年那种小人 增议始终抱着一种态度 那就是要么不惹 惹了就必须一棍打死 官场之上 被这种小人反咬一口的例子 比比皆是 增议不会犯这种错 再者 增议本来就对这种官僚作风 深恶痛绝 这些人别的本事没有 拿捏起人来却是一套一套的 不知道耽误了多少正事 空耗了多少人力财力 不收拾一下实在是心里憋气 再加上今天又有张卫正在 本来安排好的事情 最后却害得张卫正吃了别 还在门口被罚了两个小时的站 就算张卫正不追究 增议无论如何 也要对张卫正有个说法和交代 增议这么一表态 让贵西文着实松了口气 好在自己反应快呀 否则今天可要惹上天大的麻烦咯 回过头 贵西文又去看梁部长 他还等着梁部长的表态呢 就见梁斌此时慢慢放下手里的茶杯 既然事情都搞清楚了 那就别站着了 都做吧 贵西文如蒙大赦 等张卫正和增议坐下 这才小心地把半边屁股挨在了沙发上 同时在心里再次琢磨着增议的来历 张卫正在梁斌的办公室坐了有十几分钟 他把中华市创位的构想简单一讲 然后就把准备好的材料拿出来交给贵西文 贵西文则是欣然收下 随后张卫正就提出告辞 他知道梁斌这位大部长 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紧张 事情已经办妥 他不敢多耽搁梁斌的时间 梁斌也没有多做挽留 起身送三人到办公室门口 又对增议说道 下次来京城 要是再不让我知道 我可要真的生气了 增议连连说道 不会不会 只要梁部长不怕我打搅 贵西文陪着笑 心里更加肯定自己判断的没错 也庆幸自己今天反应迅速 否则后果难料啊 到了电梯口 贵西文非要坚持 把增议二人送到楼下 推辞一番 最终也没拦住 三个人便一起进了电梯 往楼下去了 送到大楼前 贵西文这才站住脚步 战事长 增议长 我就送到这儿了 欢迎二位常来啊 张卫正和贵西文握手道别 感谢贵主任热情接待 有机会的话 请一定到我们中华市来做客呀 贵西文也笑着答应 一定 一定 然后又要去跟曾毅握手道别 手刚伸出去 身后的大楼内突然传来一句问候之声 曾毅 是你吗 三个人齐一齐转身去看 只见大楼里两个人相伴走了出来 一个人脸上带着笑意 而另外一个人却是一副生人物尽的表情 活像每个人都欠了他很多钱似的 曾毅看清楚这两位便笑着迎上两步 是欧阳局长和潘局长啊 贵西文也认出来 出来的这两位正是保健局局长欧阳龙和副局长潘宝进 欧阳龙因为职务的关系 对谁都是这么一副表情 就是见到部长 欧阳龙也是一脸的生人物尽 部里上上下下 没人不知道欧阳龙的这副冷脸 贵西文也跟着上前打了个招呼 欧阳局长要出门啊 他没想到曾毅竟然也认识欧阳龙和潘宝进 要知道欧阳龙可比部长还要难见一面呢 欧阳龙此时认出曾毅来了 于是脸色稍微放缓和一些 冲曾毅点了点头 随即转过身便朝自己的座驾走去 根本没有跟贵西文打招呼的意思 贵西文也不生气 他根本就不敢生人家欧阳大局长的气呀 何况欧阳龙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 再者 你真要是跟欧阳龙走得太近 搞不好还要被人怀疑是有别的什么目的呢 不过贵西文很好奇 刚才欧阳龙对曾毅还点了点头 面色如此和缓 这是非常热情的表现啊 这到底曾毅是什么神通啊 张卫正不认识欧阳龙 被眼前奇怪的这一幕给弄糊涂了 心说这到底是什么局的局长啊 竟然比部长还牛气 完全把贵西文当成了空气 好在曾毅此时介绍道 张市长 这位是保健局的潘副局长 是我在南疆工作室的老上级 潘局长 这位是我们中华市的张卫正市长 张卫正这才明白 哦 为什么刚才那位局长如此牛气 原来是保健局的大领导啊 那是有牛气的资本 他赶紧朝潘宝进伸出手 今天能够认识潘局长 实在是荣幸啊 潘宝进笑着 跟张卫正一握手 曾毅经常提起张市长 今天终于是认识了 幸会幸会啊 曾毅问道 潘局长要出去 潘宝进点了点头 是啊 来了任务 曾毅一听 也就不和潘宝进多说什么了 那就不耽搁你时间了 等有时间咱们再细聊 说着 曾毅就送潘宝进 往不远处的车子走去 他看得出 潘宝进今天神色不太好 送到汽车跟前 避开张卫正和贵西文 曾毅问道 潘教授 没什么事吧 曾毅说这话的时候 下巴还点了点 欧阳龙坐驾的方向 欧阳龙的车子 已经驶出一大劫了 能够让保健局 正负两位局长一起出动 肯定是有大情况发生 潘宝进自然明白 曾毅的意思 这是问 是不是邱老那边出了情况 其实今天突然见到曾毅 潘宝进的心里又起了请曾毅帮忙的念头 不过一想 谢老都已经要到京城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再把曾毅牵扯进来了 不管有什么情况 谢老应该都能处理 如果连谢老都无法处理 那就是把曾毅牵扯进来 怕是也没有用 当下潘宝进就说 邱老最近闭门巨客 我也很少过去打扰他老人家 潘宝进说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情况 但对于邱老的身体情况 却是半点没有提及 曾毅见潘宝进不讲 那也就不再问了 他说 没事就好 那潘教授快去忙吧 潘宝进也不跟曾毅多说什么了 他今天跟欧阳龙一起出动 正式要去机场迎接谢老 当下他说 你在京城待多久啊 等回头忙完了 我联系你 说完这句 潘宝进就抬腿登车 去追前面欧阳龙去了 曾毅以为潘宝进是有别的重要事情去办 也没有多想 只是觉得 邱老这次闭门聚客的时间 似乎是有些太久了 回到大楼前 跟桂西文再次道别 曾毅和张卫正便离开了卫生部 只留下桂西文在那里再次庆幸 谁能料到曾毅还和保健局牵扯如此之深呢 自己今天真是差点就惹下了滔天巨祸呀 出了卫生部 曾毅说道 张市长 下午我有点私事要去办 向您请个假 张卫正 张卫正呵呵笑道 去吧 这个家我准了 张卫正此时心情大好 卫生部一行 中华市创位成功几乎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曾毅功不可没呀 曾毅想了一下又说 晚上我约了京城医院的王副院长吃饭 张市长有时间的话 咱们一起去吧 张卫正迟疑了片刻又笑着说 啊 我就不去了吧 不太合适啊 张卫正心里其实非常想去 京城医院的院长 可不是谁想认识就能认识的 但想着曾毅可能是跟王副院长有事情要谈 自己去了 可能不太方便 所以张卫正很理智的拒绝了 反正只要曾毅在中华市 这样的机会以后夺得市 曾毅也不强劝 那我就明天早上再回来向您报道 张卫正大手一摆 你先去办事吧 事情办完了再说嘛 回到住京办 曾毅借了一辆车子 然后驾着朝宅老的家里去了 好久不来京城了 他必须要往翟老那儿去一趟 车子很快就到了玉泉山 门口的警卫仔细检查过曾毅的证件以及车辆 这才放曾毅过去 到了宅家门口 曾毅意外的发现 宅老门口的警卫力量比平时多了好几倍 大门两边各守着两名守卫 旁边还握着一只黑背军犬 而平时这里只有一名警卫负责把守而已 车子挺好 曾毅朝宅家门口走去 这个地方他来了很多次 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了 曾毅上前对警卫主动说明来意 你好 我是来拜访宅老的 警卫先是做了一个请务靠近的手势 把曾毅拦在几步远的地方 然后上前一步说道 老首长有令 盖部见客 请回吧 警卫的语气很严肃 没有任何商量的地步 曾毅就有点纳闷了 邱老闭门聚客也就罢了 怎么宅老现在也跟着闭门聚客了呢 他只能又说了一句 那张将军在吗 每次来这儿 曾毅都是不用事先通报的 今天来之前 他也没有料到会是这么一个意外情况 只要进入山上 他外面带来的手机便失去了信号 曾毅这时候 就是想给宅老或者张杰雄打个电话 也是不可能的 但还可以想办法见到张杰雄 宅老资格老微信重 自然有盖不见客的资本 不管是谁来 宅老都可以选择不见 而张杰雄是万万不敢搞什么盖不见客的 所以只要见到张杰雄 这扇门就算是进去了 警卫答了一句 张将军出门办事了 他再次指向曾毅的车子 请离开这里 曾毅闷闷地摸了一下鼻子 转身就朝自己的车子走去 宅老盖不见客 自然有他盖不见客的原因 老人家 邱老 宅老 纷纷选择闭门巨客 在这个风浪暗涌的时刻 曾毅也不想在宅老门口多待 免得生出什么事端来 下了山 车子驶出去几十米远 曾毅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是张杰雄打来的 张杰雄问道 曾毅 什么时候到的京城啊 怎么没有提前打个招呼 曾毅就知道自己刚才去宅家的事 张杰雄已经知道了 很可能自己一进山门 张杰雄那边就已经知道了 甚至宅老门口的那一幕 都有可能是张杰雄安排的 所以曾毅也不问具体的细节 我是陪我们领导来办事的 现在事情已经办妥了 正打算回东江去呢 张杰雄一听 就知道曾毅是聪明人 他就说 行 那你就先回去 下次再见吧 曾毅就说 带我向老爷子吻声好 张杰雄摁了一声 老爷子知道你来过了 曾毅吓了吓 好 那我就回去了 心想 自己这趟京城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看来今后的一段时间里 自己还是少来京城为好 按照打算 曾毅是准备先去拜访翟老 然后再去罗海涛家里一趟 这小子在东江躲了很长时间 起初还担心罗刚勇会来压他回京 结果罗刚勇连一个询问的电话都没打过来 一直待到半个月前 待得罗海涛自己心里都发虚了 这才离开东江返回京城 曾毅这次来京 原本是打算去看看这小子回京之后的情况如何 不过在翟老那里吃了闭门羹 曾毅也就不打算去罗刚勇那里了 想来 罗刚勇这段时间 不着急寻找罗海涛 也是因为京城这暗流涌动的局面 他怕罗海涛回来会惹什么麻烦 还不如你就在外面晃荡着呢 没想到罗海涛自己倒主动跑回去了 汪费了罗刚勇的一番心思 这个时候 曾毅自然也不方便再去罗刚勇家里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能少活动则少活动 还是去驻京办睡个觉 等晚上跟王副院长见过面 自己就跟张伟正立刻打道回府 曾毅驾车出门办事 可很快又驾车返回了驻京办 然后就闭门不出 张伟正觉得很奇怪 但也没有去询问原因 曾毅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自己能不知道的话 还是尽量少知道为好 长篇小说首席一关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